《桂林離江風情》 這一幅畫我們在視頻裡面 總共會分為五集 這是第一集 桂林這個地區尤其是離江 它這個有山有水還有稻影 那個山峰是一根一根的 這個很獨立的這個矚立在這個江邊 那人們遊客坐著這個遊艇啊 遊這個離江 非常的詩情畫意 那我們要畫這一幅畫 首先你必須要先 意在筆先 所謂的意在筆先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先過圖先過想好 你準備表現出這個離江的這個 什麼樣的風景出來 什麼樣的感覺出來 在步極上你要事先想好 那因為這個山峰上呢 有時候長了很多的這個雜木啊 因為它的緯度比較 不是高緯度的地方 那它的海拔也不高 所以它長的很多都是一些雜木類的 那首先我們在這個山峰上啊 嗯 我用這個屬於這個傳統的夾葉的方式 只不過是我創造這個 用明暗的方式來處理樹蟲的感覺 就是一邊畫樹蟲 我們一邊春叉 春叉這個岩石的這個 就是屬於石薇園地址的這個岩石 裸落的岩石 衛蘭這個地方的這個岩石的地址 跟那個張家隊一樣 都是屬於石薇園的地址 因為它是屬於岩石 所以我們在用筆上的話 就要比較乾脆利落一點 畫石頭的時候一定要 輪鉤線跟裡面的春叉要一次處理 不能先把輪鉤畫起來 再補裡面的春叉 而是輪鉤線跟裡面的春叉 我們一次的把它處理出來 這樣的話才能夠線條 結合這個 表現出岩石的形狀 跟它的基礎 它的質感出來 為了表現岩石 因為岩石大部分都比較剛硬 要表現那種質感 我們在線條上都要很乾脆 而且呢 曲線會用的比較少 會多應用一些直線 跟一些 當然少部分的曲線互相結合 一邊補岩石 一邊也是一樣 用這種明岸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樹叢雜木 穿插在岩石的縫隙之間 這樣才不會讓人家感覺到 好像這個樹木啊 都長在這個岩石的旁邊 然後現在的補的是一些小的竹 竹領 竹子 那在用筆上的話 我們一定要乾脆利落 國畫最講究的是筆墨線條 國畫的用筆的話 不只是我們外在的使用毛筆 這些材料 所謂的用筆都指線條方面的變化 那線條方面的變化的話 它包括了龍蛋乾絲 還有易陽頓錯 還有輕重反擊等等 你看我們在用筆上的話 有時候這個輕有時候重 有粗有細 然後有時候有乾筆去插它 這些都是要隨機的這個應用 畫畫技巧的這個最高的境界就是 想到什麼 拿筆能夠畫出來 心、手、合一 透過毛筆我們把它表現出來 現在是畫這個山風上的亭子 那這個亭子是六角亭 那首先我們先把正面的那一面畫出來 再畫它側面的兩面 再來是 這個亭蓋畫好之後 再來是畫它的柱子 前面的柱子先畫 這個因為是由下往上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亭子裡面 所以它這個角度是兩式的 那我們再畫亭子裡面 那亭子裡面有兩個角 兩個柱子 先不要去畫它 我們先把亭子裡面的人路 穿插一點人路 點綴一點人路會比較生動 所以我們先把人路畫出來 那人路的比例要跟亭子 貼切 不要人畫得很大 讓亭子裝不下 太小也不行 那亭子又太巨大了 這是它的欄杆 人畫好之後再畫欄杆 再畫它的這個台積 然後再來畫它後面的柱子 後面的肚子我們可以一筆畫下來 不用這個雙鍋了 這樣更可以表現前後的感覺 那這個亭子旁邊我們再加速 順便把亭子旁邊的這個台階處理出來 那這個是台階 台階要水平畫出來 不然這個台階都不平 上面畫好之後我們開始一直往下延伸 現在也是在補這個樹蟲 這個上山的台階 我們要隱隱約約的表現出來 在國畫裡面很講究這個意境的營造 尤其這個山水畫 那畫一條路的話 就是要遮遮掩臉 不要畫得一清二楚 那你感覺上好像山明水秀移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覺 要有想像的空間 所謂意境的營造就是要創造一些想像的空間 直接了當的表達的話 太直接的就沒有想像的空間 那個意境就比較難以表達 現在是畫它這個山峰下面的比較大的樹蟲 畫血液的山水就是硬筆不要太拘泥 要表現出用筆淋漓唱快的那種豪情出來 那這種硬筆的這個豪情的話 也可以增加觀賞者 能夠觸動 觀賞者的這個 這個觀賞的這個感情 美感 這些樹蟲我們都是用乾筆 用乾擦的方式 用明暗的方式來表達 我是最早創造這種表現方式 因為台灣的這個山水啊 樹木太多了 不像大陸有些地方 這個樹木很少 岩石裸露的很多 那岩石峭壁當然可以用春法來表現 但是一大重一大重的樹木的話 在傳統化裡面 的表現呢 這個比較欠缺 那我就想到用這個 西洋繪畫明暗表達的方式 把他加入到國畫裡面來 那只要我們掌握了這個筆墨 這個基本的條件 我相信這個用任何的表達方式 只要不脫離這個中國畫 國畫的最重要的一個基本的元素 就是筆墨 那這個還是一樣 它還是國畫 只不過它是屬於改良式的國畫 所以我提倡現代國畫 那現代國畫就是以現代人的這個美感 現代人的思維表現現代的景物 不能再畫那個傳統式的 這樣無法表達現代的風貌 那加上這個攀爬的這個遊客 登山客 那剛剛畫了一個背後往上爬 現在畫一個往下的正面 那山水裡面的人物 它都用簡潔的線條表達出來 但是它的比例要掌控好 我們在線條上有時候畫的並不是十分的完整 但是呢 這個國畫裡面講就一個意到 比不到沒關係 意一定要到 那在寫意畫裡面呢 它的意思跟公筆畫不一樣 公筆畫是非常寫實的描繪出來 但是寫意畫呢 有時候有些地方就是要簡畫 雖然簡畫呢 但是它還是一樣 要能夠表現出它的形神出來 這神印要表達出來 形狀也不能太變形 要合乎這個自然的原理 比如說人物就是人物的比例大小 頭部啊跟身體的比例啊 還有手部的長度啊 還有腳啊的長度 都要跟這個實際的人的比例要一樣 要一樣 那這麼大的筆畫 這麼小的線條 我們就要善用這個筆封的變化 那現在在補了之後是台階 一邊畫台階一邊修飾這個圓壁 那台階的大小啊 也要也要注意一下 台階的高度不能畫得太大 萬人一腳也跨不上去 也不合情理 所以在山水畫裡面啊 就要注意也是要注意它的比例的關係 還有遠近大小明暗 所以畫山水它是一個綜合性的表現 不像畫花費 花費是比較單純的一個 一個形體 一個表達 但是山水裡面它包含了很多 它綜合的這些 包括植物類的啊 人物類的啊 或者點景啊 桌車房子等等 還有原石啊 還有雲霧啊 它是屬於綜合性的表達 所以國畫的這個表現呢 在山水畫裡面 它是比較困難的 它更有一個 最重要的這個意境的表達 畫面的意境 那這個意境是一個非常深奧的 畫面的畫面 並不非常的柔軟 畫面的畫面